唐三的B王称号保住 只因我获得了千刀系统 千刀任意斗罗大陆角色就能变强 开局不仅霸占千刃雪的大床 更是夺走了他的初吻 但千刃雪丝毫没有怪物的意思 反倒对我芳心暗血 求着他的爷爷对我下手轻点 当千刀流使出审判之剑时 我立马召唤出魔刀斩神 咔嚓一声 只见那巨大的天使审判之剑出现一刀刀裂缝 随后被暗红的刀器刺激了 碎得如同星光散落向地面 而刀器还趋势不减 斩向了千刀流 好小子 千刀流没想到自己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 这小子虽然只有一个十万年的魂魂 没有其他的魂 还有明明只是魂宗的实力 但却能发挥出超越境界几千倍的实力 简直变态到无法无天了 而且还真会装 明明没有受伤却装得那么小 连他都看走眼被骗了 不过这小子的武魂还真强 竟然能斩碎他的天使剑 千刃雪看的一阵目瞪口呆 这帅哥刚刚那么不堪一击 受重伤竟然是装的 一切只为了这第二招能赢 其他人也是目瞪口呆 全都没想到会被这小子给骗了 老头 我赢了吧 现在我是不是要叫你爷爷叫小雪为老婆了 我高兴地说道 不过见千刀流很沉默 什么话都没有说 我不禁在心里暗想 这老头不会因自己让他湿了脸面想杀人 老夫何时答应你赌约了 想娶我孙女 必须成为封号斗罗千刀流 说完转身冲天而起飞走 我没想到这老头还会耍赖 真是无耻啊 只见金恶斗罗来到千刃雪身旁 而蛇毛斗罗则去疗伤 其他的供奉也离开了这里 侍卫也离开了 只剩下两个在守千刃雪 老婆 好了 我叫方凡 我伸出手 脸上带着微笑看着千刃雪准备与他握手 我们单独聊 可以吗 把这串金甲的家伙给我请出去 千刃雪点头看向金恶斗罗 二供奉 你出去吧 圣女 我怕他对你图谋不滚 金恶斗罗很认真地说道 千刃雪见金恶斗罗不听话 立刻眼神一冷 仿佛能冰冻了金恶斗罗般 见此情形 小鳄于立马逃跑 毕竟他是武魂殿的圣母 未来的天使之神 金恶斗罗必须听话一下子 这里面便只剩我与千刃雪姑男寡女共度一事 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金恶斗罗在外面有点担心圣女的安全 便是你很愉快 你一身衣服很怪异 要不换一套 我这里有几套 千刃雪声音清脆动人 见到我时 海脸有点微红 想起之前的我 脸色更加红润 心跳不自觉加快了速度 很明显 这就是心动的感觉 我立马换上一套千刃雪以前 准备给自己女伴男装的衣服 还真合适千刃雪 看到换上衣服的 不由的眼前一亮 竟是泛起了花痴 我则欣赏着千刃雪那绝世的美丽容颜 她眉眼如斩 单凤眼 鼻子嗅挺 皮肤白嫩又白里透红 小蛮腰盈盈一握 腿很长 裙下的小腿也很白嫩很修长 散发着动人的光泽 她的美比动漫上看到的 还要美景 我看到这里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小雪 你真漂亮 我好喜欢你 现在就是我老婆了吧 不算了 我还没有嫁给你 最多就是未婚妻 想到之前我的要求 她只能害羞地回答 那你喜欢我吗 千刃雪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喜欢 她要是不喜欢 也不会在爷爷面前保笑我 而且之前还被我抢稳了 要是不喜欢 我早就死了 那让我亲一下可好 我走到千刃雪身前 一脸的不怀好意 千刃雪一呆这方反也太松了 原来她只开金额斗罗 就是想做这个 她一阵娇羞 抿了鸣嘴也没有恢复 只是呼吸急促 心跳加速了起来 不好 千刃雪脸红红地说道 那小雪是不喜欢你未婚夫了 我还特意地说 未婚夫还是你想主动点 你亲我 千刃雪无语 这都能主动的 被我的举动倒得很是娇羞 身体有点酥麻与难受 盯签到任务一 我可以帮小雪的武魂 升级为十二亿天使 我拍了拍胸口 很是自信地说道